其實處理好三高是一個最有效的方法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有些病人不幸 早期已經出現了很輕微的阻塞 如果你能夠透過控制三高的話 病情的發展就不會那麼迅速 甚至有些病人經過五年十年之後 血管可能都沒有特別大的變化 所以控制好這三個因素是相當重要的 比如說血糖高就要處理好血糖 一般我們有些指引 比如說病人的糖化血色素一個指標 反映糖尿控制 去控制到某個低一點的水平的話 它就會情況比較穩定一點 而血壓高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 除了幫助心臟血管之外 也會減低心臟衰竭和中風可能性 透過那些藥物來控制好血壓 一般的指引我們希望把血壓控制 在上壓是百一到百三 或者百四之內 那就會比較理想一點 而最重要的是我們針對心臟血管 因為剛才提到觸陽硬化 其實主要的成分 其實就是裡面一些膽固醇的積聚物 產生了發炎 引致到血管的阻塞出現 透過控制一個低密度的膽固醇 去到一個低的水平的話 絕對有效可以防止 膽固醇我想大家都知道 其實有分幾類的 一個叫做好膽固醇 或者叫高密度膽固醇 另一個叫低密度膽固醇 好那隻你當是幫你清除阻塞物 而壞那隻負責塞住血管 而藥物來說是非常有效的 透過所謂他丁類的藥物 很大部份的病人 控制好膽固醇之後 血管的情況就會得到改善 但能夠完全逆轉 很不堪地就不能逆轉 即是塞了的地方 我們沒有辦法把它調整回 透過藥物 所以大家需要注意 應該早期處理好這些風險因素的話 就不用日後擔心需要做手術 或者甚至有心臟病發的情況 主要來說 你說得很硬 例如心臟病發 代表血管塞了 通常來說 心臟肌肉在沒有血供應之下 其實慢慢就會壞死 時間越長 它恢復的機會越低 所以大家聽過黃金的幾小時 一般有些人說三小時 有些人說六小時 其實一般通報者能夠把心臟肌肉 恢復的機會來講 通常過了十二小時之後 那個機會率就很低 基本上就算你開回血管 其實它昨天心臟病發 今天才來看醫生 今天才做 那個幫助就很有限 以來講 在頭幾個小時是相當重要的 只能夠盡快去打回血管 供應回血管 希望恢復得多少就多少 所以這是一個重要的概念 你說心臟病發了之後 有沒有辦法去保持心臟功能 其實現在有很多藥物 去幫助治療心臟病發之後 心衰竭於病人的情況 透過不同的藥物 我們可以幫助病人 慢慢改善心臟功能 但始終強調就是 未必去回百分之一百 之前 所以通常就是最盡早去處理 而藥物治療相當重要的事 我想大家都清楚了 就是包括三高控制 但自己病人本身就是 病人要控制自己的體重 飲食 特別高危的群組就是吸煙的病人 其實醫生每次覆診都會跟我們說 一定要戒煙 如果你不戒煙的話 血管會再濕回 都很清楚的研究顯示 一定是差不多 你繼續吃的話 你短期之內可能不再出事 而運動方面 當然是心臟病發 頭四個星期就不適宜做入獲劇的運動 但之後也是需要 因為運動也是相當之有效 可以幫助心臟 除了提升心臟功能之外 也有效地提升好膽固醇的水平 所以運動是一個不可滑的一部分 最重要是飲食方面要調控一些 雖然藥物很厲害 它有多高膽固醇都會壓下來 但是透過減少飲食上的 譬如膽固醇 或者肥膩液 或者反式脂肪比較高的食物 就能避免 這些都是很有效地去防止病再發生